我看了他的動工典禮所來的來賓 我突然間覺得他有一點貓膩 我給大家看他那一天來的來賓 這個時間是2022年的10月19日 所謂的金華廣場開工大典 大家看到有幾個關鍵的人有出席 第一個叫做沈慶金 第二個中華工程的總經理周志明 第三個三三會理事長林伯峰 就是台波 第四個工商協進會吳東亮 他是誰 台新銀行董事長 當然跟新光家族也有關係 再來新光銀行董事長 當時叫做李征昌 再來威京集團副主席陳瑞隆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人 是不是剛好跟柯文哲 現在所謂的五大案 都是關聯性非常高的 北思客漁果市場金華城都有在這裡面 剛好就全部 那些關係的這些財團 全部都出現在金華廣場 動工典禮 他們全部都是邀請來的貴賓 這個也顯見柯文哲 他的政商關係 我認為 沈慶金威京集團絕對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比例 為什麼 因為跟柯文哲有關係的這些財團 沈慶金都可以把他們邀請過來參加我的動工典禮 我是老大 你怎麼會想說要去查那邊有誰來 因為我們只看到這張照片 我不曉得有那麼多大咖來 對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所調出來的公文 就是因為我去調說柯文哲他當時 因為市長要出席這個活動 相關的這些單位都必須要有所謂的這個談餐給市長 所以我要看說當時他們給市長的建議 因為除了給市長的談餐以外 他還會把你今天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的脈絡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去參加 你要跟市長講清楚 那如果假設他在裡面有寫到容積率增加為八百四 你又去參加的話 那是不是Bingo就剛好代表說 你柯文哲你當時去參加這個動工典禮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容積率八百四了 你怎麼會今天還告訴大家說你不知道呢 但大家也很好奇說 那如果說我們覺得威京他是商人 他想要要多一點合理 但請教晃哥我就不懂 那為什麼五百六十八其實打到就好 那時候訴訟也都贏了 就這樣打住就好 柯文哲這一年之間 到底為什麼讓他到八百七十八呢 是怎麼樣了呢 被誰牽著走了嗎 就很典型這個叫要五毛給一塊 威京原本要的 因為原本好市府 實在是堅持三九二嘛 但是威京後來用進各種方法 關鍵是在於有一個監察委員 劉德勳 他糾正之後呢 逼著柯政府 這個就範 你一定要給五百六 所以映小威 我們昨天看節目中看 映小威那個質詢片段 就是在那個三九二要跳到五百六 那個階段 那個時候柯文哲還沒有動心 他說我如果給五百六就圖利 對 林周明當時也是堅持說 你旁邊要先開放 我才能給你五百六 這個時候柯文哲是正常的 對 後來五百六之後呢 威京就當然更貪心 所以他說不對啊 我那個球體 把它攤平之後 應該有六九二 攤平之後來算 我攤平 對 要六九二 所以五百六不夠 我要六九二 所以就跟市政府打了行政訴訟 後來行政訴訟 剛剛嚴峰給我們看的 就是法治局簽上來問他說 要不要和解 柯文哲說不可以和解 速審速決 最後行政訴訟 台北市政府是贏了 所以正常來講 就法律上 我覺得將來法院 法官也會這樣認定 就說就法律上 你台北市站得住腳啊 你有行政訴訟 當你的背景 我就是給你五六零 我根本不用怕 威京集團來告我 但是後來為什麼莫名其妙 他原本要的只是六百多 結果你不只 官司營的情況之下 你還給他給到八四零 好 那大家就很好奇 那柯文哲轉變在哪裡 我覺得柯文哲轉變 關鍵是在於 應該是在這往前 就是2020年3月 那個便當會之後 2020年應該是3月10號 那個便當會之後 應小威跟柯文哲便當會 雖然只有半個小時 但是我覺得那個半個小時 可能改變了柯文哲的下半身 下半身 因為他下半身可能住的地方 會不太一樣 就是在那便當會之後呢 所有的東西全部加速 有沒有 你看到在那便當會之後呢 全部加速 10月 這個是我昨天給大家看的 這個邵秀沛主持的 那個專家諮詢會議 在那個專家諮詢會議裡面 其實在這個中間 應該還有一段過程 就是邵秀沛不要受了誰的壓力 他必須在專家諮詢會議裡面 在所有的專家 幾乎都反對情況之下 他必須講說 講出說 最高不得超過1.5倍 這樣的話 所以840% 560乘以1.5就是840 所以大概就是那個時候訂下來的 然後接著呢 就一路開快車 這個公展 這是減蘇培給我們看的 蓋了6個章 柯文哲簽了6個日期 然後他現在跟你講說 我不知道 接著後面就很快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巧合 每次都委會 遇到挫折的時候 映小微就會開協調會 第一次專案會議之後呢 映小微找柯文哲開便當會 第二次專案會議 映小微又找柯文哲開便當會 然後又第四次協調會 奇怪那市長是 吃什麼便當真好吃 映小微那麼愛吃 沒事去找柯文哲吃便當 所以很巧合就是 每次只要這個案子 在都委會有稍微觸交的時候 映小微就會出現 這個時候角色就出來 那這種余會人是 大概都是這樣的 同樣的人嗎 對 但是有些人 就是這裡面關鍵 有一個眉稿在這裡就是 這個就是可能就是彭政生 我猜他應該是陳柯文哲之命 就是反對的都委會呢 要嘛任期到我就不續聘 然後呢 要嘛就是呢 下次我就叫你不要來 叫你請假 類似的用技術性的方法 讓反對的聲音 在這個會裡面 一次 你看他開了幾次 第一次七七五次 然後專案會議 專案會議 在七八三次都委會 然後呢這是二零二二一年的九月九號 然後到十月十二號都發局教柯文哲做最後定奪 所以就已經通過了 所以這一段的加速 我覺得現在映小微角色應該很清楚 但是柯文哲到底什麼原因 在三月十號映小微便當會之後 他的態度批變 那是不是映小微在那個便當會裡面 跟柯文哲講了什麼 還是在那便當會之後呢 是不是有去逃出影院 唱了歌 吃了飯 讓柯文哲覺得心裡很舒服 很愉快 所以才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好 所以二零二零之後呢 柯文哲是不是開始呢 跟威京就變好朋友了呢 我們請教一下言鳳 因為二零二二年 我們昨天十月 看到柯文哲還會參加這個動工典禮 那個時候在這個 沈青金旁邊挺開心的 我看了那個 他的動工典禮所來的來賓 我突然間覺得他有一點貓膩 我給大家看他那一天來的來賓 這個時間是二零二零 二零二二年的十月十九 是所謂的這個精華廣場開工大典 大家看到 有幾個關鍵的人有出席 第一個叫做沈青金 第二個中華工程的總經理周志明 第三個三三會理事長林伯峰 就是台波 第四個工商協進會吳東亮 他是誰 台新銀行董事長 當然跟新光家族也有關係 再來新光銀行董事長 當時叫做李征昌 再來威京集團副主席陳瑞隆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人 是不是剛好跟柯文哲現在所謂的五大案 都是關聯性非常高的 北市客 魚果市場 精華城都有在這裡面 剛好就全部那些關係的這些財團 全部都出現在精華廣場 動工典禮他們全部都是邀請來的貴賓 這個也顯見柯文哲他的政商關係 我認為沈青金 威京集團 絕對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比例 為什麼 因為跟柯文哲有關係的這些財團 沈青金都可以把他們邀請過來參加 我的動工典禮 我是老大 你怎麼在想說他去查那邊有誰來 因為我們只看到這張照片 我不曉得有那麼多大咖來 對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所調出來的公文 就是因為我去調說柯文哲他當時 因為市長要出席這個活動 相關的這些單位 都必須要有所謂的這個談餐給市長 所以我要看說 當時他們給市長的建議 因為除了給市長的談餐以外 他還會把你今天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的脈絡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去參加 你要跟市長講清楚 那如果假設他在裡面有寫到 容積率增加為八百四 你又去參加的話 那是不是Bingo就剛好代表說 你柯文哲你當時去參加這個動工典禮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容積率八百四了 你怎麼會今天還告訴大家說你不知道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今天在講這些事情 當然一一都可以戳破柯文哲的謊言 代表說他所謂的不知情 根本就是在說謊